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在过去这半天多呢,我们出门都要戴口罩 避免这个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的这种传播 看有的朋友呢,戴口罩戴的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我今天就来好好讲一下这个事情 口罩呢,实际上应该是叫做口鼻罩 要能够把我们的口腔和鼻子都遮盖好 而且这个上面有个小棍子,你看啊 要把这个摁下去,这样它就踏踏实实的贴在你的脸的部位 然后把它很好的都锁在里面 你如果打喷嚏啊,或者说话啊,这些飞沫都不会传播了 不能把口罩当成像墨镜这样戴 一会儿放在上面,也放在下面 比如有个人就把这个口罩这样放在脖子上,放在下巴上 这都是不对的,因为脖子这些地方 细菌啊,或者病毒的可能 如果你把它拉下来,然后再拉上去 这它传染,这些不干净的细菌都可以会接触到你的口鼻的可能了嘛 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朋友呢 脸比较小,就像我现在这样 最近有一些减脂增肌之后脸就变小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想个办法 就是不让它疏忽垮垮的 比如像我在这打个结,就短了很多 这样的时候再戴上去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老掉 即便有的时候 它只是没有掉下来,你感觉它不舒服 也要老去拉,老去拉,扶啊,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手有带细菌和病毒的可能的 都会离你的眼睛和鼻子比较近 这也增加传染的机会 好了,对吧 我们如果看到哪些朋友戴口罩 戴的不合适,希望你给它指出来 这样我们能确保我们和不是自己家里人接触的时候 都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降低这个新冠的传染可能 也希望你来让它看我的这个视频 在下面点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最好了 好,谢谢你,下次再见 拜拜